人們經常說因為科技發展 令科幻電影題材更豐富真實 我做了電影編劇這麼久 沒有我們科幻電影的題材和天馬行空的想法 科學和科技又怎會有靈感進步 不行,我一定要為電影店出一口氣 你就是科學館館長了吧? 今天我是來踢館的 我要證明沒有我們這班電影人 你們就不會有那麼多新發明 你冷靜點 那不如你給一些例子出來 給觀眾判斷一下 要說就多了 1902年有套電影叫《月球力險記》 故事講幾位主角搭了一架子彈型的太空艙 上月球旅行 現實中,去到1969年 人類才正式成功登月 電影比起現實早了足足67年 你又多聰明 說起太空旅行 你有沒有看過《太陽浩劫》 當然有 那套電影講《太陽》即將要熄滅 所以一班太空人 決定出發太空將它重現 裡面的黃金太空衣 很特別、很有型 慢著 你不是想說在現實生活中 都有這件太空衣吧? 那又不是 但事實上,這套黃金太空衣是電影製作團隊參考了衛星外塵 一種叫麥拉的物料而設計出來 它可以反射太陽熱力和輻射 電影公司還聘請了科學家做這套戲的顧問 那樣看,似乎有些科幻電影的原理都是建基於真實的科技上 當然了,你有沒有看過《Ironman》呢? 它空前那塊發光的裝置,你又知不知道是什麼呢? 當然知道了 這東西叫圓反應能源器 靈感來自核聚變反應的 Ironman的裝甲和掌心的脈衝炮都是靠它驅動的 果然做足功課才來踢本 簡單來說,核聚變其實就是兩個輕的原子核 伸成一個較重的原子核 同時釋放大量能量 原理就和太陽釋放巨大能量一樣 另外,為了呈現真實性 視覺特效團隊還和機械人學家合作 確保Ironman機械手臂的動作和功能 在科學上都是可行的 原來是這樣嗎? 看來科學和科幻電影又不一定是對立的 是的,讓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在電影《普羅米修斯》裏面 人類要搭太空飛船去一個離地球很遠的星球 接著線索去找人類的起源 我知道 電影中的角色在抵達目的地前 都是躺在睡眠倉維持幽眠狀態 電影製作團隊就是利用了生物冬眠的理論 去設計這個睡眠倉 是的,現實中科學家已經開始向這個方向探索 他們在2013年展開了一個名為 直復研究的計劃 研究以現有醫學的低溫療法 用在在人的火星任務上 講到這裡,我真是金拜下風 但是科學啟發了我們電影人 不是不是,其實兩者就好像一對互相激勵的拍檔 科幻電影這麼好看 都是多得電影同業 將科學理論實踐在科幻電影裏面 同時,有一班科學家不斷努力 將電影中一些天馬行空的想法變成現實 世界才會不停進步和變得更好 我都說不是 都是科學家比較厲害 你不要這樣